照片中假如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 或者出现了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们称这种照片为灵异照片 像这样来历不明的灵异照片 在网络上疯狂地传播 然而像这种拍到奇怪东西的现象 不光会出现在静止的照片中 偶尔也会出现在影院上映的电影里 今天就想带领大家看一看 那些电影中无意间拍到的灵异画面 见鬼 见鬼中的女主小温原本是一个盲人 但是自从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之后 她便能看到周围的事物了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因为她也能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这样再和华博士在地铁中对话的场景 大家注意到疑点了吗 让我们再看一次 但是这次请注意地铁右侧的玻璃 在地铁穿过隧道的时候 可以看到映在玻璃上的一张脸 起初还因为是传帮镜头 排到了工作人员 但是通过隧道之后 这张脸就消失不见了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纳尼亚传奇 大家听到纳尼亚传奇的时候 一定会一脸问号 根据网上流传的谣言 在电影的开场 战斗机轰炸小镇的场景 可以看到流着眼泪的女子 让我们再看一次 有那么点意思 但是对于这一谣言 这更应该被说成是 现象 即幻想性是错觉的现象 就是像这样把事物看成人脸 是我们大脑欺骗我们的一种现象 不要放错了 回到这个场景 虽然乍一看有点恐怖 但是这间接地表现了战争的痛苦 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意图的 但是这一细节 确实能让我们对战争进行一些反思 你可能没看过这部电影 但是你不可能没听过这首电影主题曲 在这部经典的黑帮电影中 也出现了相当诡异的画面 就在电影的最后 老教父围托的葬礼场景 大家看到了吗 让我们再看一次 这次稍微调高一下亮度 在小儿子迈克起身时 会看到画面中 反射了一张女子的脸 起初还因为是后面的这位女子 但是对比之后发现 还是有点不同的 各位的想法如何呢 1977年上映的这部意大利恐怖片 《阴风阵阵》 讲述了美国芭蕾舞学生 苏西一般年 来到德国一所有名的芭蕾舞学校上学 在学校发生了一系列 诡异的恐怖故事 刚下飞机的苏西 坐上了出租车 向司机说明目的地的时候 可以看到反射到挡板上的脸 当然不是我们女主的脸 而是旁边莫名出现的一张 男子整宁的脸 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是坐在旁边的剧组人员 但是面部表情过于猙獰 而且发现这一表情和海报 有那么一点像 可能是导演留下的一个彩蛋吧 天生兄弟 这部电影由马特达蒙 和格雷格·金尼尔主演 讲述了一对连体兄弟 虽然天生残疾 但是他们将自己先天的缺陷 变成了一种优势 是一部非常励志的戏剧片 但是就在这部和恐怖片 毫不扎编的电影中 也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在电影的开头 闹钟响起 兄弟两人起床 大家注意到了吗 让我们再看一次 这次也稍微调高一下亮度 并且在再次观看的时候 请注意他们的床下 就在这一场景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兄弟两人的床下 隐藏着一张人的脸 这是道具还是真人 因为收集到的资料太少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就像爱因斯坦 曾说过的那样 我反正不知道 你们说啥是啥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本期视频剪得我有点害怕 下期节目 欢欢气氛 是关于幸福的主题 因为2020年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 希望能给那些 对未来迷茫的毕业生们 或者因为特殊原因 而失去目标的小伙伴们 一些重新振作起来的动力 假如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 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一波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Adios